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文涛省长 跟我们一块来讨论一下 您听了这几位企业家的 好言 您点评一下 好 感谢三位企业家 三位企业家我听了以后 不约而同的讲了一个高频率的关键词 这高频率的关键词就是数字 这个永豪主席给我们提出的转型升级 一个方案就是说 我听下来是说 要让数字给传统农业赋能 打造五级时代的新农业 同样文中董事长三点建议当中 第一条就讲到 要坚定不移地加快数字化转型 让我们的农业要插上数字的质榜 同样有兵董事长也讲到了 我们要线下线上的打通 所以我们今天的农业农村厅 以及我们的商务厅有关部门的领导都在 三位企业家给我们把卖汇整 给出了一个共同的药方 就是五级时代 让数字为传统农业赋能 大家要记住 感谢你们 当然文中董事长还给我们提了一些 很具体的建议 我看是非常的到位 毕竟你是我们的荣江人 17岁离开 才离开北大荒 给出我们的是真知灼见 你的这个讲法是讲到 我们要有大型的产销企业对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农业发展的一个途径 我也希望物美能够加强我们农江 我听了你只有七个亿 我希望今后能够到七十个亿 希望你带个头 同时你也点到了我们的软裂跟短板 我们的忍链是我们的短板 我这里也呼吁冷链既然是短板 也是潜力 这个能够做冷链的企业 和做冷链物流的 我们欢迎到农江来投资新业 这个有兵董事长 这个他反复的 包括今天的 包括我们私下在一起的时候 他跟我们讲 一定要树立农江的品牌 在这样这个寒地黑土 绿色有机 非转基因的前提下 要赋予产品的 个性化的品牌 让我们整个高品质的 这个产品 农产品 食品 有这个让消费者能够认知的 这个良好的品牌 我想我们的目标的方向 目标的方向 应该是 我们今后通过5G 通过数字化的赋能 我们的农产品 全生命期的可以溯源 达到全生命期的安全和高品质的管理 从种植到种植到收割到运输到储藏到销售 全生命期的通过5G的数字化 能够形成我们高品质的农产品 最后跟市场的高端需求相对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有兵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努力目标 他比喻的是北海道 什么是好产品 北海道是好产品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做到 你给我们提到的要求 什么是好的农产品和食品 黑龙酱的都是好的 我手上主席我插一下 插播一下 我手上刚刚看到了我们的网友的留言 我这里也播几个网友对我们的留言 网友大江说 大江说三分一七分养 黑龙酱自然生态最好 欢迎大家来养生 网友也说 黑龙酱硬件不差 关键在思维转变 网友这次很高兴 网友四五等等 他的名字叫四五等等 这个视频形式很好 有机会听听大企业家的观点 也有网友说 这个问好了刘永好 这个我把这个问 问你好带过来 刘总好 永远都好 你的名字太好了 这个 也有网友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批评的意见 说东北主要还是人的思路问题 应该全面放开中小企业商贸农业科技 人观点不变 没用 也有网友 叫在玄妙观讲英语的胡萝卜 他说黑龙酱门槛太高 想回去做点事太难了 我欢迎你还是来 这个我们会越来越容易 刚才你也看到了 我们这个建设许可证九天 在我们的这个黑龙江 哈尔滨兴区 我们的不动产登记十八天 这个在全国都是领先的 我们一点点的改进 每一次网友的点评 对我们都是一次促进 谢谢网友